字幕提供 幾乎被你們講成什麼 燒酒雞講烏鴉 我有講五十萬是那個 你講的什麼講話 我對你很肯定 好啦 我們再看蟑螂 好啦 現在只好靠這一瓶 扳回一城了 因為這個讓我顏面盡思 各位 對昆蟲生物有研究的 每個人都知道 牠不是普通的蜜蜂 牠是蜜蜂 牠是蜜蜂 牠是蟑螂 牠叫做頭蜂土蜂 各位 虎頭蜂夠可怕了 虎頭蜂被幾隻釘到人會掛的 對 牠靠什麼為聲 吃虎頭蜂 不要打破… 所以牠是吃虎頭蜂 一吃虎頭蜂 各位好可怕這種蜂 牠是蜜肉的 牠吃肉的 牠要嘛吃虎頭蜂 那個… 我錄影前我跟這個老師在聊 他說一隻牛 那麼大的牛 只要被兩隻這種釘到 分析不好 會好也不會完全 好 所以這個蜂得之不易是 因為我因緣際會 我那時候在台中開辦演藝學院 我有一個學生 他的爸爸住在南投的草屯 他就每年在某個季節的時候 冒著生命危險 去南投的山林裡面 去採這種土蜂 土蜂呢 它顧名思義土 它不是結在樹上 它是在土裡面的 各位 那個樹上的虎頭蜂窩 你可能裝備齊犬 然後用布袋放起來 抓得到 對 那在土裡面的蜂 你很難抓的 你無法判斷嗎 你拿鏟子去鏟它 一鏟下去 萬一全部飛出來跟你釘怎麼辦 對… 而且蜂窩在哪裡 所以他們經常都是只能夠跟蹤 有一支土蜂 然後逆手逆腳跟著他 跟著他… 找… 找他的巢穴 找他的巢穴 他講得跟真的一樣 對… 真的是這樣子 我講都是真的 所以他為什麼要送你這一瓶酒呢 好 那因為我說過 他是我的學生 爸爸的兒子是我的學生 我就有一天去他拜訪 看到他們家 怎麼這麼多這種東西 然後他告訴我說 沈兄 我恭喜你 聽說你們結婚了 然後他想說 祝我早日可以生兒育女 那他覺得說 要我喝這個 可以重陽補精 那也許有利於 我們可以早日懷孕這樣子 那他說我要來之前 他就已經 因為他爸爸另外一個身分 也是能通理 又殺死了爸爸 他爸爸有對這個酒 裡面下了一個… 有下了一個符咒 他給我的時候怎麼說 你知道嗎 這不是普通的逃風 逃風酒 這是愛情亮的酒 因為逃遜不了你的手 你的手煮了 你不要摸下去 你不要摸下去了 你不要摸下去了 我不要唱 我是要喝飲而已 還愛情亮的酒咧 好 吐風酒又稱之為愛情酒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男生喝了 會勾起他的情欲 女生喝了 同樣也有一樣的效果 你到底喝了沒 我加很多瓶 我的瓶帶來展示的 看起來就是沒有用 不是 那個懷孕有時候游天 可是至少我們在夫妻的 親密的這個生活上面 相當之和諧 芽芽有沒有用 芽芽 芽芽 以後芽芽笑了耶 你看 芽芽來了 芽芽高興到出門都吹口哨 然後我是喝到精力旺盛到 每天靠抽涼煙在壓 真的那麼神奇嗎 這瓶特別來送大家喝的 可以啊 女生也可以喝嗎 女生可以喝啊 氣血運行啊 真的... 我們可以喝啊 其實凡是... 你願意讓我們喝 當然啦 當然 OK... 來 我們先看一下 好 來 直接喝嗎 喝啊 直接喝 其實味道還不錯喔 真的 味道還不錯 你開啦 你開不吃飯喔 沒有啦 我覺得... 我感覺這個好像烘起來 OK... 其實味道還不錯 你喝看看 味道還不錯耶 但是風不要吃進去喔 沒有啦 這有沒有...這有沒有毒啊 沒有...沒有毒 你確定你有喝過了喔 好 玉琳說的有什麼 吐筆筋 吐筋 這是吐風的意思 全名叫浮風啦 是風裡面最大的 差不多比五十二風雜雞 火頭七啦 虎頭風七 然後味道還在那裡 就是說 你被這個吐風 釘到一次 只能釘一次 就指教教 對 不能超過一次 虎頭風可以釘七次 但是一般的蜜蜂 這個張惠的 那個滑翔翼啊 那個差不多 蜜蜂喔 釘到那裡的 對 就是釘了兩百意思下 這有... 都沒有關係 白布石就加到 這要走幾步你也知道 九十九步 吐風酒喔 這個釘喔 複面 就是說釘喔 就來洗臉啦 楊貴貝啦 還有他的姐姐 伯伯烏人 都用這個 洗臉喔 洗到什麼程度 連那個蜜珠喔 好像在荷花上面 滾來滾去 都不會吸水 是說吐風還是... 吐風 吐風的酒 這麼厲害 令人越白啦 越來越白喔 芽芽可以用 沒有 年紀已經說 整個她要拿走了 可是... 可是我跟你講 我要老酒林先喝 我才敢喝 OK... 她敢喝啦 萬一... 萬一她昏倒了 我們就不要再喝了 她沒有喝過 妳有虎頭蜂嗎 虎頭蜂我沒有 虎頭蜂喔 以虎的時要剃幾次 一定要把翅膀剃掉 你喝了沒... 老酒林喝了沒 翅膀一定要拿掉 然後喔 喝這個酒 還是我們來黑白色看誰先喝 無知能欲 黑白色 十二女兒不失瀉者啦 什麼意思 就是說能夠連續跟十二個女人 而且不失瀉者 令人不老有美色啦 芽芽把酒收起來 不老而且有美色 董老師有一套 若遇九十三女兒自顧者 九十三個還非常強壯的話 能活百歲 這不可憐啦 芽芽臉都變掉了 他說我怎麼只是其中一個人 對 還有十一個人呢 對不對 還要喝嗎 喝完之後這節目已經不能錄了 這個是米酒泡的 對 其實味道還不錯 比一般的桃龍酒來講 口感算比較好的 真的 口感算比較好的 來喝看看 乾杯 先看他們喝完之後的反應 乾杯 乾杯 來 你不敢喝喔 敢有... 敢有味 敢有味道 味道不錯 不錯 是嗎 我看你臉都... 你臉已經... 真的嗎 今天沒有醫生 今天沒有醫生在 來...那個 年姐來喝一下 你是不是在我們這邊喝過那個 味道是不錯 有喝過土龍酒 然後又喝過這個土豐酒 它有點中藥味 喝看看... 它這有泡中藥嗎 沒有 它就是直接土豐 它那個是胺基酸 它那個蛋白質的問題 風自然的胺基酸蛋白質的分解 好啦 我們來顧一下 一星你喝得怎麼樣 有感覺嗎 是不是比較好入喉 現在是暖暖的 身體熱熱的 以補酒來講這個算好入喉的 滿香的耶 一般女孩子喝的會 玉焦不可忍啊你 玉焦不可忍有沒有 交通的焦啊你 什麼意思 玉焦就是說想怎樣 你都沒辦法感受 我還好...我現在還好 就是跟你之前講那個 吃棉被踢蘭桿一樣就對了 你看 你看好像都放進去過的口大 黑藍椒 不行 好的 我們趕快去顧一下 好 來 這一瓶呢 土豐酒 目前的市場 行情價值多少錢 我不收購 抱歉 自己冒回去 沒有這樣子 你今天是台灣... 不是... 因為借著我們不收 可是這個很稀有 你都這樣購 我沒有騙你 所以他說真的 我們常常看到虎頭鋒 叫我們收購 但是我們都不收購 可是這個很少 我在外面沒有遇過 叫我們收購的沒有 因為都自己珍藏 對 我沒有遇過 真的沒有遇過 那今天像如果一這樣一支 我記得去山上買 還要拜託一支是兩百塊 這麼貴啦 一支蜜蜂啦 一支加大兩百塊 這裡面... 二支我吃 而且你不好買到 你要認識的 你真的要買不好買到 你叫做頭鋒 就是因為他的巢穴 沒有在樹上 真的是在地上 而且不好找 他沒有徵兆 外面也沒有偽裝 什麼都看不清楚 可是我們要給老九霖鼓鼓掌 你這樣估 你不肯估那瓶 我就給你束大拇指 表示你是公平的 我來的每一罐都有估出價錢來 對 所以他意思是說 這是無價的 無價的 Priceless 是沒有常情 這無價的嘛 因為為什麼呢 老實講 他今天如果跟我估說 你說無價的 那你還自己估了八千塊 我本來以為你這個不會再翻了 你自己說 我本來以為你不翻了 到底是人家送你 還是你自己買的 而且是我們節目第一次 沒有被估價的酒對不對 沒有 我現在跟你解釋一下 八千塊你馬上搶走了對不對 如果給你面子的話 如果給你面子我應該會說是 但是我收不出口 不錯啦 醫生 你這拿回去 你是公正的 但是這個不便宜 真的不便宜 這個真的不便宜 而且買不到 就重點是買不到 我從來沒有 虎頭蜂我常常遇到人家要賣 要叫我收走 可是這個土蜂我來第一次 對 吃了真的會那樣嗎 吃了真的會那樣嗎 對啊 好啦 我們謝謝玉琳 今天她的氣不錯 就直接帶走 要怎麼辦 被你們先承過啦 這瓶酒先放在這邊 我們都在這邊 OK... 這個可以帶走就有關係 這個本來可以帶走 50萬的故事 50萬的故事 然後大塊的價值 送到山頭好了 好 來 謝謝玉琳 來 謝謝玉琳 好 剛剛這個 年紀 年紀最開心 你看 剛剛喝了兩杯以後 馬上開心 一心也很開心 臉都紅了 你看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大家喝一種酒 來 麻煩我們把這個酒端上來 大家不用擔心 這裡面沒有放的銅葉綠素 它雖然呈現了這個綠色的 綠綠的 來 但是請大家來喝一下 來 每一個人可以品嘗一杯 先喝才會知道是什麼酒 不用急著把它喝 那麻煩你們先看一下這個酒色 然後看完酒色以後 好 麻煩各位 怎麼會有這種味道 拿在這個 濃度好高 來 鼻子這邊聞一下 來 來 年姐是什麼味道 我覺得有尿的味道 尿 尿 尿 剛剛你已經喝過 還沒有 你剛剛姐姐已經喝過尿了 好 來 玉琳 玉琳什麼味道 這個還是高粱米酒系列的 米酒 這瓶酒的話同樣 在華人世界裡面擁有廣大的擁護者 這個擁護者 這個擁護者 這個擁護者的話 比那個土龍搞不好還要來得多 該不會就是紅標米酒之類的 有味道 可是為什麼是綠色的 為什麼是綠色的 為什麼是綠色的 一心 是器官嗎 譬如說膽還是什麼 用膽去泡絲會變成綠色的 沒錯 對 沒錯 好 來 麻煩各位 好 那你們如果聞過以後 想要喝它的話可以喝 慶玄 你先喝 怕會被它騙 濃度好高 濃度還好啦 濃度還好啦 但是酒精度很低 你喝掉了 我喝掉了 我乾杯 來 乾杯 我乾杯 什麼味道 感覺上濃度是高的 但我不知道實質上 但喝下去的口感 因為還是有那種嗆辣感 我覺得我真的應該去保險 才來上你們節目 每一次來都讓你去怕 一心 你剛喝呢 酒味很重 你再喝一口看看 你味道 喝完… 大口一點 它的尾韻的話 有點龍舌蘭的那種味道 有點清香 龍舌蘭都來了 龍舌蘭 對 碰 帶一點點苦 帶一點點果香味 對 有點清香 有個很香的香氣在這邊 給各位看一下 像你們節目都在賣命 好 這瓶酒的話 也非常的特別 這瓶酒的話 我們給大家看 怎麼了 有人在動嗎 好 給各位看一下 我已經喝完了 我已經喝完了 好 來 依馨給你看一下 什麼東西 好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個是 來 這邊 這邊有一罐 這是蜈蜈嗎 是蜈蜈嗎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不行了… 這個是活的蜈蚈 不行了… 叫救蜈蜈… 有比你那個土蜈來得厲害吧 蜈蚈 對 他至少他的腳比較多 不行了啦 心臟受不了了 心臟受不了了 有沒有研究一下 你把他喝掉了 喝掉了… 你把他喝掉了 你們有沒有研究過 又喝土蜈 又喝蜈蚈 會不會怎樣 對啊 要放棄 要放棄 那個農民地應該把他吞在 天雷勾動地圍 大家救護車 大家救護車 不要搞到純阿北克花 慶祭阿北担 好 我們今天也特別邀請到 這一個是蜈蚈酒的一個達人 他專門在抓蜈蚈的 林大哥 歡迎林大哥 來 我們看一下 這邊所有的蜈蚈的話 其實都是林大哥 從山裡面抓來的 你是怎樣在 山上 要冬天的時候才有可以抓 要在峭壁的時候 用鋤樓去挖下來 峭壁 在台灣的山上嗎 對 不是在馬祖 不是那個啦 不是 台灣 反正每一個縣市都有 其實剛剛老九你講的沒有錯 以前很早期的時候 很多人在那個外島裡面當兵的話 那外島就很多蜈蚣 然後就會抓一隻 然後抓一隻完以後 就把它泡到酒裡面 除了外島很多之外 還有一個澎湖地方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 其實就是在新竹的山區 我跟林大哥 到山裡面去挖的 我都不知道說台灣 有那麼多的蜈蚣 而且你只要在那個山壁上 用那個鋤頭給它挖下去 天啊 那蜈蚣就直接跑出來了 而且很大隻耶 超大隻的耶 對 這滿大隻的 牙江是都藏在那裡嗎 牠會冬眠都是在峭壁 但是牠土質都 不是說每一個土質都有 牠是說黏土的地方 還有石頭很多的東西 你可以先講是吃什麼的嗎 因為我現在全身都發麻了 真的… 我吃什麼長大 來…到頭上來 做食性的 我們剛剛… 但是我不知道台灣 有這麼大隻耶 我以為一直以為馬祖才有 好 來 剛剛那個玉林帶這個 叫做頭蜂 土蜂 土蜂 土蜂是吃虎頭蜂 對… 驚江是吃什麼 吃土蜂 他不是 他吃昆蟲還吃水果 吃昆蟲和水果 他也是這種石性的 他是雜質性的 他是雜質性的 雜質性的 雜質性的 這這樣一隻這樣 你這樣一罐 你差不多要泡幾隻 裡面十隻 裡面總共有十隻 沒有是死的啦 不是 是活的泡進去嗎 對不對 活的把它泡進去嗎 對 活的要吸一吸 蜂蜂我們一般 在台灣最常用蜂蜂 標本… 蜂蜂 通通的抓蜂蜂出來 一般喔 狗狗啦 狗狗 要先預告一下 我們養狗 你也有害怕的喔 皮膚病很嚴重 受益都沒辦法 然後就把這個 把它弄碎 然後拌那個米啦 拌飯啦 給狗狗吃 兩三次就好了 他本身吃 他人能不能吃 人也可以吃 但是微量 你是食物中毒啊 你是說食物中毒 你吃東西中毒 你拉肚子 你喝一小杯 喝起來就 什麼事都 真的啊 然後這個 把它磨整粉 然後辦什麼 薄荷腦 痴瘡很有效 對… 然後加色香 蔡康勇口言歪掉了 對… 把它敷上去就好了 不要緊張 我的身心 但是我來幫你 我也是很想打開 我也是很想打開 我也是很想打開